下课时间 狐狸猫发现狸狸正安静地坐在位子上看书 它好奇地靠近去问 狸狸你在看什么啊 这书是描写一群人追逐稀有黑色郁金香的故事 好特别哦 黑色郁金香 如果有一朵稀有的黑色郁金香 应该要怎么繁殖呢 当当当当 上课了 老师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朵黑色郁金香 我们要怎么繁殖出更多的黑色郁金香呢 黑色郁金香 嗯 这是好问题 大家有看过黑色的郁金香吗 我有看过黄色的郁金香 红色的郁金香 也有白色和紫色的郁金香 很好 那么如果我们只有一朵黑色郁金香 可以和什么颜色的郁金香配对 产生同样是黑色花朵的后代呢 如果用黑色和紫色花来兽粉 应该顶多会变成紫黑色的花 如果用黑色和白色的花配对 会不会变成像斑马一样 黑白条纹颜色的郁金香啊 大家想到斑马颜色的郁金香都笑了 花是植物有性生殖的器官 如果用开花兽粉的方法来产生后代 应该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花色变化 小舒娃说得对 有性生殖容易产生和清淡有差异的后代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父母生出的小孩 会长得不太相同 所以 所以想让黑色郁金香再种出同样的花色 不能用有性生殖的方法 没错 狐狸猫说对了 下列何种生殖方式 产生的紫带和清带特征差异最大 A. 海星的断裂生殖 B. 绍母菌的出芽生殖 C. 黄金蛤的营养器官繁殖 D. 苹果以种子繁殖 正确答案为 D 那用无性生殖就可以咯 郁金香是球精类植物 用球精繁殖就是无性生殖的一种方法 小舒娃说得对 无性生殖可以保存清淡的优良品种 因此特殊颜色的黑色郁金香 采用营养器官繁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那听起来 无性生殖比有性生殖好处更多 因为优良品种可以被保存下来 那如果是不优良品种 也用无性生殖的方式 后代也是不优良品种咯 卖卖的说法很有趣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有一棵果树 每年结出来的果实都很酸 你想要改良品种 让它结出香甜的果实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殖方式 是有性生殖还是无性生殖呢 想要改良品种 就要采用有性生殖的方式 因为有性生殖才容易产生变异 产生不同的子袋 很不错 所以想要吃到香甜的果实 我们应该取原本这棵果树的枝条 来扦插繁殖 还是用种子繁殖呢 这一题 老师想请黎黎回答 种子是植物有性生殖产生的 想要改良品种 应该要用种子繁殖 答对了 这样大家都分别了解 有性和无性生殖各有其优点了吗 知道了 一只蚯蚓体内 可同时产生卵及精子 但生殖时 它们仍需要与不同个体交换精子后 才能完成受精产生子带 下列关于蚯蚓生殖及子带的相关叙述 何者最合理 A 上述生殖方式属于无性生殖 B 子带的染色体树木与氢带不同 C 子带具有氢带的部分特征 D 子带型减速分裂 增加体细胞 正确答案为C 学完了这个单元 成熟水席有氢性和雄性的分别 平时可以行无性的出芽生殖 也可产生精巢 卵巢 性有性生殖 当生活环境的水质变差 成熟水席也几乎无法存活的情况发生时 你觉得水席比较可能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生殖 是有性生殖还是无性生殖呢 请赏一赏 并将你的答案回复在下方留言哦